怎么算说话 就是一整段句子这样说话 还是可能会喊爸爸妈妈爷奶奶 这些这种算会说话 何冲的问题也是困惑 很多家长的问题 究竟什么算语言 那么小朋友两到三个月就会发生 然后到三到四个月 第一压压的声音就来了 四个月已经开始喊妈妈了 对有些孩子坏了四个月 但大部分孩子会在四到六个月的时候 会发生爸爸 所以我们刚才说 会说话是代表有针对性 对 而且不是这种单音节简单重复的 一般来说都是八个月以后 八个月到八到四个月以后 就我们家奶球从六个月开始喊的第一句是爷爷 第一句是爷爷 都不在我们身边 大家会喊爷爷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第一句喊的是爷爷 他可能是金刚葫芦娃 是爱爷爷 奶球在六个月之内 爷爷的参与度肯定是很高的 有吗 没有爷爷身边 没有啊 身边没有爷爷 我们一直讲究清代啊 那就是谐音 其实还是归属到前期的一鸭语 他爸爸是有一次是一个星期没有回来 在那一个星期里面我们宝宝突然之间就空下来说就在那边 爸爸 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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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子在叫多大 你刚刚说的 就四个月 孔伟明肯定很兴奋 对 有有有 可是可能会哪一天核松到你家里去玩 他会碰到核松也 爸爸爸爸 哈哈哈哈 明白了吗 哈哈哈哈 因为恐龙蛋在那个月龄的时候它是无意义的发音 它的语言的代表的意义并不是说孔伟明是爸爸 核松是爸爸 没有这个意义在里面 它只是感觉到这个声音发出来 九到十个月以后开始产生一些有意义的语言 到一周岁九大多都会有了 这就是一个语言的一个定义 班主任我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语言的发展 就男孩子跟女孩子是不是有差别 像你们家是小姑娘是吧 小姑娘 我们家是儿子 但是我觉得说话就没那么早 我们家儿子是五个月多一点的吧 他是无意识的发单音节是五个多月 当他真正的喊爸爸妈妈的时候 都快十个月了 其实国任之家的宝贝是一个很标准的男生 哦 是吧 这个已经有很多的文献研究已经发现 女小朋友的语言的发育会比男小朋友来的快 所以说国任之家的小家伙 其实他一点都没有问题 他在标准的十个月左右已经发出有益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不必焦虑 你看他们这是被稍微晚一点担忧 那有的家庭就巴不得晚一点 我就遇到这样的家长说两岁了 宝宝真的不怎么会说话 我说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家长说不用 贵人语持 他觉得越晚说话孩子会越好 对以后能成教授 对 这样啊 好 那有请我们的班主任给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一题的最优选项 最优选项 B 一岁前后 那班主任 我们有没有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去训练他的语言 有些小朋友单纯性的语言发育词缓 那么我们可以在家里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 干预第一步就是互动 建立我们语言交流的最基础的基础 小朋友愿意跟你交流才会跟着你的语感说起来 在互动玩耍的过程中你再去慢慢强化他 第二步我们叫肢体的语言 小朋友讲不出来让肢体来表达 要的话点点头 你让他先明白听到这个声音语意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意思 第三步让小朋友理解 理解了以后你再去强化 甚至有很夸张的一些肢体动作 包括语音来给他互动起来 这是一个逐步逐步训练过程 不能着急 所以我理解起来应该是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 这个核心就是我们一定要沟通和交流 那两个基本点一点就是语言要说 第二点就是肢体语言 就是你要动 对 而且必须得循序见解 对 别想着他可以背首唐诗给我听 哪有那么快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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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